在1991年的时候,在你的《我和我追逐的梦》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苦禅》,是你亲自写的词,英文齐的曲。 就不想在那个时候,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动静之下,游了这首歌去苦禅。 因为那首歌,在我刚开始写歌的时候,就会选一些旋律比较好听,这样。 然后里面写的东西都是,我以前,比如说我拍那么多戏,然后感觉上面,就是那首歌是,是说一下,就是,两个人,就是,相似的那种苦,这样。 相似的苦,是不是? 对,对,对,有一句话说,猎女怕蝉狼,如果说今天这个角色互换的话,假使说今天刘德华,你碰到一个非常有恒心跟毅力,并不苦禅不放的女孩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因为她的执着而感动呢?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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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因为天王的关系,不会? 不会,不会,因为,就是如果她对你真的深情,她对你苦禅,你也会觉得,觉得是一种不错的行为。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碰到过? 好惨哦,没有。 假使说,刘德华,你想要去拒绝对方一番情谊,这苦禅的对象不是你要的,可是你又不想伤害她,那请问你会怎么处理? 哦,我是很简单的,我是很清楚的跟她,两个人可以研究一下,然后表达一下大家的想法,然后让她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这样。 你方面,举个例子,我们感受一下吧? 就跟她说,不喜欢那个,这样。 我想应该是比较清楚,会,会,会,那个伤害,才会没那么,没那么大。 如果你就是 怎么说是很隐瞒的那种 那种感觉去跟他讲的话 可能他不明白 还是越爱越深的话 就可能会伤害更大 可是这里有个问题 我相信一定有 就是在你的歌迷当中 万一碰到那个没搞清楚的人 他就是对你苦残不放 你碰到这种经验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处理 你跟歌迷之间的苦残呢 我会跟他说 我有女朋友了 我想因为第一个 要让他很清楚 就是我们是朋友的关系 然后也知道 因为现在可能歌迷 跟我们的那个生活的方式 也不是一样 现在也不大迷了解我的平常 可能会然后他在镜头上面 在唱片里面听到的理由的话 可能很温柔 但是其实我蛮凶的 让他知道 我就是比较真正的一面 他才会 才去选择 我会觉得 我会这样跟他说 如果这个歌迷 他真的是苦残当中 让你 让你很在意的 觉得还不错 不排斥吧 不要是常常出现的歌迷 不要让我 不要让我知道 如果歌迷真的喜欢我的话 需要我喜欢他 我希望他不要让我知道 他是我歌迷就好了 我会不会让他